下面我们看一下文物保护法 第一个内容就是受国家保护的文物范围 以前没有考过 今年要特别的留意 首先不可移动的文物范围 归国家所有的有几个 古文化遗址 古墓藏 石窟寺 确定的属于国家所有 纪念建筑物 古建筑石刻壁画 近现代的代表性建筑 注意它的前提 国家指定保护的归国家所有 国家为做指定保护的 不归国家所有 属于国家所有的可移动文物范围 比方说青铜器 那么境内地下的文物 挖出来的一律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或者说是国有企业单位 收藏的 它不归企业所有 而是归国家所有 然后国家买的文物 包括捐给国家的文物 都是国家所有 中国内水和领海中 遗存的一切水下文物 都是国家所有 遗存于外国领海以外的 其他管辖区域 以及公海内 起源于中国的文物 国家只享有辩论权 而不享有所有权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地盘内的水下文物 都是国家的 地盘外的 那么只有辩论权 第一题 下列哪一个不属于国家所有 国企收藏的 那么这个是国家的 宅基地挖出来的是谁的 国家的 工地上挖出来的是谁的 国家的 遗存于公海 起源于中国 比方说在公海下 有一个正和船队的沉船 那么它的文物 国家只有辩论权 没有所有权 原因就是 中国的法律 只在中国的地盘内有效 出了国界的话 它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 只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 所以这道题的选择是D 第二道题 关于国家所有的 不可移动文物范围 说法正确的是 A 景业建筑物属于国家所有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物 属于国家所有 时刻属于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属于国家所有 这道题考得非常的细 ABC这三种 它的前提是国家指定保护 才是归国家所有 没有做指定保护的时候 不归国家所有 只有D 才是确定的属于国有 好 这个小节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的概念 在过去的三年中 每年都在这里考 下面我们学习一下几个基本概念 文物的本体就是少林寺黄克楼 那么保护范围 顾名思义 就是在这一圈里边 不允许盖工程 也不允许做转探爆破挖掘 这些震动大的作业 它会对文物的本体构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所以这外面有一圈围墙 再往外面有一圈 看不见摸不着的 叫做建设控制地带 顾名思义 控制就是允许你盖房子 但是设计上会受到控制 我们平时最熟悉的 就是机场周边的建设控制地带 允许你盖房子 但是总高会受到控制 不要危及到飞行的安全 同样的道理 在文物的周边 也有这么一圈控制地带 你比方说山顶上是少林寺 山脚下到处是洗脚按摩 这就会破坏文物的历史风貌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沿着长江顺利而下 远远的就看到黄鹤楼 站在那边微微壮观 但如果武汉的规划局批准 在黄鹤楼周边三公里的地方 搞一个一百层的超高层的办公楼 外墙面都是玻璃木墙 将来再沿着长江往下跑 看到黄鹤楼就被挡住了 像个屌丝一样的躲在那里 那么这样的话 文物的历史风貌就受到破坏了 所以所谓的控制地带 就是说允许你盖房子 但是外观上高度上一定要跟文物本身相协调 不要破坏到文物的历史风貌 这基本概念了解以后 后面的东西就很好学 首先在保护范围内 也就是围墙内 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 或者是爆破状态挖掘 因为特殊情况需要进行的 必须经过核定该文物保护单位的 人民政府 它的批准 由于考试 一般考的都是国家重点文物 或者是省重点文物 绝对不会有哪个老师去考什么 县重点文物的 而国家重点文物和省重点文物 它的保护范围都是省政府来签订的 所以这里就记住省政府就好了 所以在故宫里边盖一个玻璃房 比方说星巴克 那么这个时候 应该拿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批文 才可以在里边新建一个玻璃房子 那么省政府在批准之前 应当争得上一级 也就是国务院文物局 由国家文物局它的同意 才可以下这个批文 建设控制地带 进行工程建设 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 那么工程设计方案要受到控制 它是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 经相应的文物局同意 然后报规划局进行批准 所以这里边我们特别留意一下 考试的只会考全国重点和省重点 不会考别的 它的保护范围由省政府划定 那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省重点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 是由省文物局和省规划局共同划定 因此相应的设计方案 要经过省文物局的同意 报省规划局进行批准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记住 第一题 关于在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 从事建设活动 正确的是A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 及其周边的一定区域 不得进行报破作业 这里边太绝对了 不是不得 而是经批准是可以进行的 B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 进行报破作业 比方说在故宫里边 要做一个特殊需要的报破 或者说是特殊需要的挖掘 不是经国务院的批准 而是经过省政府 也就是北京市人民政府 它的批准 因为特殊情况 需要在保护范围内进行报破作业的 应当经核定该文物保护单位的政府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第一 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 进行报破作业 必须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这个是错的 应该是由省政府批准 批准之前报国家文物局 由它来同意 第二道题 关于在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施工的说法 不正确的是哪一个 A 承担文物保护单位修缠工程的单位 应当同时取得相应等级的文物保护工程资政书和建筑业企业资政书 比方说故宫里边有一些房子要进行修缠 那么施工的单位它必须是同时有两个资质的 如果说一个假公司有建筑业资质 乙公司有文物保护工程资质 能不能组织联合体投标 不可以 它的要求就是必须要同时两个资质 B 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 其其环境的设施 这个当然是对的 C 不得进行任何建设工程和转叹爆破挖掘作业 这里太绝对了 应该是经过批准是可以做的 D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 那么设计方案必须报相应级别的文物局的同意 然后由规划局进行批准 这个说法正确 所以错了错了C 下面再学习一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它的保护范围 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 禁止活动有四个 一 开山产式开矿 二 占用 三 爆炸性 依然性 四 刻画图屋 这四个是禁止的 在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 要经过批准 批准做的第一个改变 第二个呢 隐私设置 最后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 不得进行新建扩建 但是新建扩建必要的停车场 公共厕所的除外 在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 建筑物分两种 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 就是非历史建筑 批准以后可以拆掉 但是历史建筑是绝对不能损坏或者拆除的 这里注意区别一下 好 看一下第一题 根据有关条例 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 允许做的工程是什么 A 新建别墅 B 新建厂房 C 扩建必要的公共厕所 D 扩建办公楼 那么这道题的显然选C 经有关部门批准后 可以进行的活动是 A 腐蚀性的 B 占用 占用是禁止的 D 刻画 图污 禁止的 那么只有改变是批准后可以改变 所以这道题的选C 好 这个小节就讲到这里 最后我们学习一下 在工地上发现文物的报告和保护的规定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事先报清省文物局 组织专业考古队 在工地上进行考古调查 考古调查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活动 必须由专业的考古队伍 它来进行 你让劳务队在工地上搞考古调查 那东西基本上都被偷光了 第二个 谁来组织考古队 只有省文物局才有资格组织它 你建设单位怎么能组织呢 所以建设单位的功能是报清 这句话的关键点 就是搞清楚它的语法结构 建设单位是报清 省文物局是组织 然后专业考古队进行 却因工期紧张 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藏 要做抢救性挖坟的 由省文物局来组织挖 在我们国家只有省文物局才有合法的盗墓权 其他任何单位挖坟都是违法的 在工地上或者田里边 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文物 应当保护现场 立即报告当地文物局 依照以上规定 发现的文物属于谁 是国家 关于施工现场 文物报告和保护 说法正确的有 在工地上发现的文物是国家的 田里边发现的文物是集体的 错 都是国家的 B 确因工期紧迫或有自然破坏危险 对古文化遗址古墓做抢救性挖坟的 由县文物局组织挖 错 省文物局 挖好以后再补办审批的手续 C 在村里边的土地 发现埋伤文物的 村委会可以自己挖 错 这都是专业活动 应该由文物局来挖 第一 大型基建工程 建设团备必须事先报清省文物局 组织考古调查和勘探 第一 完全正确 好 那么关于第五章全部内容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